車子緩緩駛進校門口 眼見一排樹蔭 位在印度普恩市近郊的弗蘭明大學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中文老師吳玲玲 他自2018年起扎根印度 他將教學融入日常 激發學生越越遇誓說中文 同時讓他們認識台灣 我是印度人 你好台灣 我想學習俄羅斯 因為我一個國際學習大學 如果我終於在任何國際社會 或是在聯合國的聯合國 考慮說漫漫語可能是 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語言 會很幫助 我一直在學習很多不同的語言 我做了俄羅斯、日本 我從家裡知道馬拉蒂 很多不同的語言 我已經聽了很多教授 在過去三個月 所以我主要是教授 教授中文不足 因此台灣教育部 在印度設立了超過30所台灣教育中心 吳玲玲在2021年 轉到弗萊明大學授課 儘管華語曾被視為冷門課程 但隨著吳玲玲的努力 學生人數從最初的20幾人 增加到現在近200人 一開始我的學生不知道他們學華語要做什麼 然後知道說其實不是只有台灣或中國在講華語 可能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是都可以用到華語 甚至日本人也會用我們華語的文字 只是發音不一樣 他們其實蠻活潑的 你不可以用那種強迫他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怎樣的那種方式 就變成是你要跟他談條件 如果你常常舉手回答問題的話 我就給你加分 舉辦一些競賽的活動 他們也會很踴躍玩得很開心 就在遊戲中學習 吳玲玲在印度扎根6年 儘管已習慣當地的使衣住行 但也曾因為文化差異而產生了許多趣事 主要是他們有些思考邏輯可能跟我們不一樣 那像我們台灣是有Seven 你會覺得什麼東西進去Seven去找就好了 可是在印度就變成說你要慢慢的去問人家說 你有沒有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 像有的雜貨店 印度的雜貨店看起來小小的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你問老闆說你有沒有西瓜 他突然彎腰從地上拿出一個大西瓜 感覺什麼都有這樣 你要把它當成你是來看看別人在幹嘛的那種心情 不要被台灣的框架限制住了 我覺得你會open mind 然後你去看到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還蠻好玩的 以探索的態度看世界 為吳玲玲在台教中心授課中增添一抹亮色 讓許多印度學生開始接觸華語課程 甚至考慮到台灣繼續深造 中央社記者零行件普安報導 有些人說 如果當時的雜貨店 有些人說 你自己想好好 detalhe 你怎麼看